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黄友定 其实沈教授 你刚刚听完 当然每一个世代的 可能都不太一样的一些 对他的一些想象 所以你 如果你要为他做一个定位 你觉得他应该要如何定位 这个 大哉问 黄友定先生真是跟民国同岁 他真是见证了 从中国一直到台湾的发展 那么我们把他的生命 大概分成三大个区块 在他38岁之前 他基本上是在中国大陆活动 就是他的家乡广东 然后因为抗战 有的时候到广西 到广东的乡下 就是民国38年 他就到了香港 他在香港也住了38年 那么所以他是76岁才到台湾来 那么最后的24年就住在高雄 可是在他生命的第二个阶段 到了香港之后 他就经常的到台湾 在台湾那个时候 就是做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当晚霞满天》 《遗忘》 那么《大通理运篇》 《孔子纪念歌》等等 非常多好听的歌曲 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 是影响非常的大 我觉得我很难去用单一的去定位他 因为刚才小文老师已经说了 台湾的音乐就是非常的多元 事实上音乐就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称他 就是一个近代音乐的一个见证者 他就是一路这样子看过来 而且他积极的贡献 我想要呼应一下刚才几位所讲的 就是黄老师他对台湾有什么贡献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小文老师他们刚开始 就是做民歌的时候 就是要唱自己的歌 黄友迪老师他们在大陆的时候 他们也是接受了西方的东西 然后当时中国人唱的 很多都唱戏曲 唱民歌小调 这个是黄友迪老师不能够满足的 所以很多年轻人就开始写自己的歌 那么虽然是艺术歌曲 学堂乐歌 但是终究唱的是自己的歌 杜鹃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么这跟民歌运动是一样的 精神是一致的 就是想要有自己的歌 写自己的心声 另外一点黄友迪老师 大量的用了民歌的素材 他在香港的时候 就开始跟费民怡他们合作 就是用中国大陆的民歌素材 他每年都有一首非常精彩的合唱曲 同样子在台湾 用台湾各种的民谣 民歌旋律去发展 那么然后就是写自己的声音 做合唱族曲 我觉得这个跟考秋情 这个也是有一些同样的 所以基本上他的理念 是被他们所实践而继承下来 确实 那轮到考秋情了 因为我知道你今年 有入围金曲奖 那你的乐团也创办了七年了吧 对 七年了 那我不晓得你对黄友迪是不是有印象 还是觉得他对你会有影响 还是几乎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只闻其歌不见其人 对啊 因为我真的是昨天主办单位就是通知我才发现 哦原来他过世了 然后我是上网查了一下他的资料 哦原来他做过这些歌是他做的 因为我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号就是大师存在 而且我觉得我蛮可惜就是说因为从我是1980年生的 然后从国小学的教材就是学一些音乐 音乐课的教材 唱过他的歌 从小学的可能有唱过 有什么可是我们对这个大师认识不多 我们可能认识很多莫扎特认识很多贝多芬 对可是我们对黄友迪是谁比较不熟 对邓宇玄他的过去也不熟 对反而是长大了以后渐渐去挖掘 才发现原来有这些人在为台湾的音乐在奋斗 对那我觉得这很可惜甚至是在我小学的时候我们 音乐课放录影带来看那个阿玛提斯就是那个莫扎特的 是那个故事 我觉得为什么认识台湾的东西认识的那么少 而到大了以后你才会渐渐觉得说好可惜喔 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你现在的创作 我知道你有找很多的一些素材 包括南北馆音乐啦 山歌啦歌仔系 所以你是不是开始创作的时候 才开始回去寻找所谓的台湾音乐的素材 对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音乐的时候就对 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可以把一些台湾的音乐 用一种新一代的方式让很多年轻人可以去接受它 我们一开始有想到一些很多鬼点子啦 比如说我们就跟人家说你觉得客家三歌很像R&B 因为其实大家对于西方音乐比较了解嘛 那R&B有很多性暗示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客家三歌其实也有一点那个味道在里面 然后像是台湾有一些早期有些凡赛的两瓜 凡赛瓜 我们就说它很像Rap 然后那个你如果家里有人过世了 在那个初刷的时候 那个道士念经我们说很像雷鬼音乐 我们就这样跟人家讲 然后就是它在乐理上完全是不合理的啦 但是就是这样子可以让人家很快的进入状况 因为我们真的是吸收西方教育比较多 好为了让人家认识你做的一些创作的歌曲 你是不是能够唱一首你最近创作的歌 好那这首歌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最近很喜欢找原住民的素材 那这首歌我们请来了阿美族的朋友 也是这一次跟我们一起有入围那个金曲奖这家乐团 涂腾乐团的主唱叫做Sumi 它里面帮我们唱了一个箭奏 用阿美族的族语唱 然后我是完全不了解阿美族语啦 那我本身是用客家语唱Rap 对那等一下就为大家带来一小段 所以歌名叫什么 叫做台北盖都兰 盖都兰 有双关语 好现在来演唱 主民的咖咽全部变成碎片 几乎说碎片 大家知道去摩签 别人的价值观 高楼大厦才安全 我先问过原住民给想法自己安永变 他说去摩卫 摩卫比插帖 再去的部落也摩会说 他的部落摩抵 只做在台部落格内 母亲的拐手原住民也有纳税 有的音功法你做不得躺 这位机智吊儿 人当共亿机也有纳税 走时轻走时捏 摩扮着有唱 有千秋台入摩扁 那不是台咖喊 哪一堂狗 部落原住民穿狗哪一堂狗 只无法提携上 他们哪一堂狗 因为变作北哥东南狗 用话无味可待东南狗东南狗 很有趣喔 等一下可能麻烦那个背景越大一点 对有点抓不到牌子 没有抓到没关系 我想问一下你这里面的歌词 因为我听起来有客家语嘛 又有国语 然后还有呢 原住民语 原住民语 然后还有台语 所以都混杂在一起的 对 那我本身是客家人 那其实我不瞒大家所言 我客家话是在我大学必要开始学的 哇 因为我以前其实不太认为说 一定要学客家话 因为没有人在用 然后你跟同学交谈也用不到客家话 所以就觉得说没不必要去学嘛 然后我爷爷一天到晚跟我说 你一定要去认同自己的母语 不然你回家之后没有人认得你 然后还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是因为我的姓叫范姜 那范姜是台湾才有的客家姓 只要叫范姜都是客家人 所以我碰到人家人家问说 为什么你叫范姜 我说这是客家的姓 然后他说那以后会讲客家话 然后就很尴尬了 对 对那所以现在就是编 做音乐途中也是顺便在学客家话这样子 是小文你听他的歌 因为他的歌很特别 就是现代年轻人 你今年30岁对不对 好现在年轻人他们在创作的一些歌曲 那他在寻找台湾的音乐严肃 所以你在听也觉得他属于是一个台湾的音乐对不对 对当然我们这样讲就是说 其实流行音乐是一个兼容宾序的一个范围 因为他会吸收很多外来文化跟本土的文化 那歌词讲的其实都是当时社会我们的一些情绪 所以我们看很多流行音乐 60年代70年代到现在已经2010年了 其实那歌词的那一个主题啊 它一直在变化 现在包括年轻人很多那个歌词内容 在当时我们在写的时候是 哇这是社会禁忌吧 用词非常大胆 包括不管是色情的或是暴力的 现在都很敢用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反映当时社会的一种状态 所以其实流行音乐 它就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文化 一个文化 我觉得这个是不能被轻视的 那至于就是说这个流行音乐 它能不能成为一个流传后世的 我觉得这是靠时间去来淘汰或是证明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创作者 我觉得有一个方向我觉得是很好的 以前我们都极力在吸收外来的文化 外来的音乐文化 但是他们现在回头在我们本土的文化里面去找 不管是说戏曲 还是说山歌 还是原住民原来的歌谣 甚至歌仔戏都可以放进来 对其实就是放进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因为其实全世界有一个共通的 一个流行音乐的趋势是什么 叫做世界音乐 其实世界音乐也是西方人在说的 以我们的观点来看 它其实就像民族音乐 就是民族音乐 你从你的民族音乐去找素材 海洋的音乐 海洋的音乐